简易之下番外五十七,木老令陆毅等人逗留几日,目的只是为今夏治病吗?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,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,点个赞,支持一下吧,谢谢大家。 今夏好可爱,月光洒在柳居屋顶之上,映衬得四周更加安静,宛若室外桃源一般。 房间里,木老,陆毅,金夏和谢霄围桌而坐,散发着柳木独特香气的八仙桌上,摆着四菜一汤,全部都是谢霄做的,想来谢少帮主厨艺一般。 那三道菜根色,香,味几乎不沾边,看上去真真是导人胃口。 我厨艺不好,诸位凑合吃点吧,呵呵,谢霄倒是很有自知之明,一脸憨笑。 陆毅等人怎么可能再说别的。 金夏自幼胃口就好,也不挑食,在家这几日着实辛苦,他见木老拿起筷子吃了一口菜之后,也就不再客气地吃了起来。 陆毅见金夏胃口甚好,一脸宠溺地望着媳妇,越看越觉得金夏好看,至于哪里美,耿直的陆大人,当真还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 说来也奇怪,谢霄做的饭菜看上去奇丑无比,可入口还真不难吃。 四人当中,只有金夏和谢霄视话多之人,但金夏饿了,只顾吃饭。 而谢霄见众人不出言讽刺他准备的饭菜难吃,也心中欢喜得很,难得安静一晚。 柳居外,一阵风轻轻吹过,几片柳叶随着风飘落下来,一只小鸟从柳树枝上飞走了。 大人伤心了。 第二日,木老为金夏再次把麦之后,开了一副中药方,他去柳树临身处采来草药,到厨房拿出砂锅,小心翼翼地放进去,加入适量泉水浸泡之后,亲自守在灶前熬药。 傍晚,金夏喝过药之后,感觉甚是舒服,为了感谢木老,金夏说想为师父弹奏桃腰,却没有空喉。 夏儿,你随位试出来看看,木老起身走出房间,下了台阶之后,走到一棵大柳树下。 金夏跟着出来一看,柳树下竟然放了一架空喉,月光的照射下,整架空喉宛若多了一层光韵, 透着丝丝神秘,宛若美丽的梦境一般。 金夏冲路易微微一笑,走过去弹奏起桃腰。 路易看着金夏,往事如洪水般,从四面八方向他涌来。 他跟金夏初次相遇是在六扇门,之后一同去扬州,在丰林澳。 他第一次吻了金夏额头,在杭州城淳于家屋顶。 路易吻了金夏,为了金夏,他跑去司马府抢亲。 那一晚,路易抱着金夏承诺,要跟他携手一声。 生儿育女,回到京城,一段仇恨宛若一座山,把他俩硬生生隔开。 好不容易,好不容易苦尽甘来。 金夏却患了失忆症,把一切都忘记了,甚至包括他们的孩子。 顺儿,想到孩子,路易心如刀哥一般,他眼睛里浮现出泪水,可又倔强地不想被他们看到,扭头望向别处。 谢霄还是喜欢金夏。 金夏因长久不弹奏,手法甚是生疏,木老上来亲自指点他。 这时候,谢霄突然冒出一句话,木前辈,敢问除了金夏和路易,你还教过别人这首换作讨妖的曲子吗? 呃,木老神情一正,咽喉宛若被什么东西堵塞住一般,甚是恍惚。 路易和金夏也同样用好奇的目光望向师父,二人心道,看来师父应当是还教过第三个人啊,会是谁呢? 大家觉得还行的话,帮忙在头像旁边点个订阅,点个赞,支持一下吧,谢谢大家。